我们是有一些手术可以针对嘴角来做手术 这样的手术还是有刘八风险 一般小女生其实只是轻微下垂 或者是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想要再加强它让它更甜美的话 建议还是用微整的方法 第一眼看其实这些都是大帅哥 那其实唇形都非常的漂亮 各有各的特色 可是如果我们要比较认真来分析它的唇形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四大项来分析 它的厚薄度好不好 比例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厚薄 然后第二个是唇形的部分 那第三就是有没有微笑感 然后第四呢 有没有那种嘴凸的感觉 我们大概都可以从这四个去分析一个嘴唇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美的部分 第一个是嘴唇厚薄度很适中 上下唇的比例大概也可以维持2比3的比例 是非常好看的形状 唇形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有很棒的唇峰 上唇的下缘 带一点点唇珠 而且这唇珠跟唇峰是相搭配的 也是很适合男生 是这种帅气俐弱的唇珠 再来我们谈到微笑感 其实它的整个嘴角的感觉 和整个人的线条感是很棒的 最后就在谈有没有嘴凸的问题 当然没有 明星其实很少有嘴凸的问题 小美这样的唇形 我想是几乎可以拿到满分的 我开始进入我的陌生领域了 那第二位这位当然是帅哥 刚才讲的那四个方向 我们再来谈谈看 第一个嘴唇的厚薄度跟它的比例 我觉得没有问题很好看 第二个唇形的部分呢 上唇的上缘就是唇峰 就是丘比特宫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还蛮棒的 只是上唇的下缘 就是上下嘴唇抿的这个位置 上唇的下缘这个唇线的部分呢 其实比较平一点点 所以似乎少了一点点的唇珠 如果是女生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样就有一点点扣分 它少了一点点精致感 可是男生他其实还是有他的帅劲感在 所以我倒不觉得一定要做什么处理 再来微笑感没有问题 然后嘴吐没有问题 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唇形 第三位呢 第一个嘴唇的厚薄度的比例没有问题 嘴唇的线条感 球比特宫没有问题 唇珠没有问题 微笑感没有问题 嘴吐没有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唇形 我想第四个稍微有趣一点点 这跟前面几个唇形显然是不一样的唇形 第一个厚薄度 它相对厚 那可是厚就不好看嘛 这也是好像做缩唇相对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大家会愿意来抓我做缩唇 可是我从来不觉得薄的唇才叫好看 其实比例好看才是真正的好看 虽然这第四位明星呢 他嘴唇是比较厚的 可是上下比例还可以接受 上唇还是薄于下唇 这个比例是OK的 唇形啊微笑感都没有问题 那再有一个关键 为什么台湾人或亚洲人 我们其实不太喜欢厚唇 其实更关键的讲法应该是 我们不太喜欢嘴巴厚厚翻出来的感觉 其实我们是不喜欢嘴凸 跟我们不喜欢这种外翻感 所以其实厚唇没有问题的 所以像这位男星 他嘴唇虽然厚 可是很好看啊 很性感啊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嘴唇的问题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喜欢的厚唇 其实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也不勉强说 这个厚唇一定要变薄 不不不不 比例好看没有嘴唇 他就是很棒的自己 既然我们要谈黄金比例 我觉得小美唇形 男生里面 薄唇里面是很好看的唇形 那我们拿来讲解好了 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四件事情 就是嘴唇的厚薄的比例问题 不是薄就好哦 比例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厚薄的部分呢 我们一般建议是 上唇跟下唇的比例是2比3的比例 可是实际上呢 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常常有一些 合并嘴凸啊 其实他并不一定能够治疗改善到 一定要到2比3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只要上唇比下唇略薄 这个比例就好看了 可是如果说上唇是比下唇还要厚的 那的确这个比较不是我们喜欢的精致的样子 我们会喜欢有一个相对好看的一个丘比特宫 就是上唇的上缘 那上唇的下缘呢 是顺着丘比特宫的一个线条感 稍微有一点点唇珠 女生呢 唇珠可以稍微明显一点点 可是丘比特宫多明显 最明显的唇珠就是多明显 所以不能是一个平平的丘比特宫 可是却有一个很明显的唇珠 这样反而会有一种瞄嘴的感觉 再来就是希望嘴角有一个微笑感 我们不希望嘴角到尾巴是往下坠的 其实有一些人往下坠 随着年纪在改变 其实是木耳纹 所以有时候嘴角跟木耳纹 这件事情是要同时一起处理的 那最后我们来讲嘴巴的微凸感 我们还是会希望我们的比例 尽量减少这种嘴巴里面的这种 五辛爆牙把嘴唇顶出来 变后跟外翻的问题 这大概是我们基本上来判断 一个好看的唇型的一个准则 如果是过薄 那其实我们就让它变后就好了 那变后的方式我们就是要做填补 所以我们可以采取用玻尿酸 或者是用肢体脂肪一直比较长期的来改善它 那如果是过后的问题 尤其是上唇后于下唇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做缩唇手术 做个手术修饰一下 那个唇型的比例就好看了 那再来呢 讲到嘴唇的唇型的问题 唇型的问题 我们刚刚有提过类似上唇有 丘比特宫跟底下的线条 包含唇株的部分 上唇的这个唇峰 丘比特宫的部分 的确是有手术可以治疗 不过这一部分的治疗 其实它是会有瘤疤风险的 我们都要记住哦 红唇跟皮肤交界线这边的所有的治疗 都有瘤疤风险 除非是特别严重的人 就是完全没有唇峰的人 我们才会考虑手术 如果只是很多漂亮的小女生 他只是想要再加强唇峰的立体度的话 我们大部分不建议手术 或许可以考虑用类似玻尿酸 去把这个唇线的立体度加强起来 增加那个唇峰的立体感 这样就行了 再来讲到上唇的这个下缘的 有一些人比较厚比较平 其实很适合做唇唇手术 去修饰唇型的时候 同时创造唇株 那如果是本身已经很薄了 我们不可以再把嘴唇变薄来修饰唇株了 我们就可以用填补的方式 像类似打一点 玻尿酸或者质体脂肪抑制 创造唇株 其实这个线条就出来了 第三点呢 我们讲微笑嘴角的部分 我要微笑感 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手术 可以针对嘴角来做手术 不过这样的手术 还是有刘巴风险 所以一般这种嘴角的手术 我们一般保留给嘴角下垂很厉害的人 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化妆 来改善这种嘴角下垂的感觉 可能还是要手术才能改善它 如果是一般小女生 其实只是轻微下垂 或者是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想要再加强它 让它更甜美的话 反而会建议还是用微诊的方法 打一点玻尿酸 没有硫巴风险的情况下 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那最后如果是嘴凸的话 要怎么改善呢 其实嘴凸我们或许还是得证实它的问题 就是后面的牙齿跟骨头顶出来了 所以还是会建议以牙齿角针或正恶 让这个嘴巴这个区域往后推 那如果已经做过牙齿角针 或者是不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改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嘴巴这边凸凸的 那我们这个区域不动的话 我们可以把嘴巴以外的区域包含哪里 鼻子 脸颊 下巴 好看的往前拉的时候 其实嘴巴微凸干也会改善很多 玻尿酸大家觉得一打完 很快就吸收掉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域来讲 如果说玻尿酸在处理嘴唇要整体的变厚 的确它有可能体质的关系会吸收快一点点 只要它是好看的 其实它问题还是不到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创造这个唇线 唇风的线条感 它不在红唇本身 它其实维持时间通常可以久一点点 不过倒是我看很多人 其实很喜欢去创造这个唇线的立体度 如果本身已经有一点点嘴巴微凸感的时候 我们增加这个唇线的 这个丘比特弓的立体度的时候 正面看是好看的 可是侧面看却会有一种增加嘴巴微凸感的疑虑 所以这种人其实在打玻尿酸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再来我们来谈自体脂肪来做疯唇或修饰唇线 那自体脂肪移植 其实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取一点脂肪做一个填充 整个手术时间也大概在一个小时内 伤口的部分 倒是取脂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伤口以外 脸部大概就是属于偏向是针孔 所以它并没有特别留疤的问题 以长远来看 自体脂肪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它更柔软 更自然 然后更长久 甚至某个程度更便宜 它就是比较软 而且它有一个相对的缺点 就是它在嘴唇的吸收率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一开始打的量要比较多 三个月后稳定的时候 只会留下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一开始补的量 会几乎是三倍的量 再加上嘴唇特别容易肿 所以在用自体脂肪做疯唇的话 它的恢复期会比较长一点点 我们有时候会希望我们的客人 戴口罩可能要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它的缺点是恢复期比较长 其他的以三个月稳定之后 它的长期的效果 其实反而是非常的自然跟稳定的 缩唇的麻醉方式 我们一般会用做神经阻断 就是用最细的针打在嘴巴里面的 这三个点 很像是我们在去拔牙 去打牙龄一样 打完之后呢 嘴唇八成就麻醉了 我们还会针对嘴唇 做第二阶段的加强 所以真正做手术的时候 是可以做到百分之百不痛的 它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手术 所以我现在绝大部分的客人 其实都是局部麻醉就完成了 这样相对也可以避免掉麻醉的风险 伤口的部分呢 其实它是一个有一定长度的伤口 因为我们就是要把嘴唇整个厚度变薄 所以是把整个嘴唇的粘膜把它移除掉的 它的伤口是在上下嘴唇轻轻拟门的位置 然后长度的话其实是整个嘴唇大概都有一定的伤口 可是神奇的是 等我们一个礼拜拆线之后 各位可以想象 我们红唇啊 本来就有外面这种干干的部分 跟里面湿湿的部分 它本来就有一个干湿交界线 所以我们的伤口是回到那个干湿交界线上 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恢复以后 大概一个月甚至三个月之后 几乎看不出手术的疤痕 甚至刻意翻起来给朋友看 他们也看不出手术的疤痕 各位可以想象 好像我们从小到大 嘴巴干裂啊 受伤啊 其实应该也不少吃 可是它有明显的瘤疤嘛 其实还好 所以嘴唇的这个缩唇手术 很棒的一点就是 它的后遗症 跟它的瘤疤风险 都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它相对是一个稳定的手术 维持时间既然它是手术 它就是长久的了 那最后我们来谈 微笑嘴角的治疗 微笑嘴角 它是在嘴角这个地方 做个皮肤的切口 把它转位上去以后 再加上我自己的方法 我们还会做生成的肌肉转位 跟脂肪转位 来做一些局部的木耳纹的改善 麻醉方法的话 其实局部麻醉是可行的 比较担心要梳眠麻醉 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手术时间呢 因为它的手术本身并不复杂 不过这个手术最大的问题是 它有瘤疤风险 所以我们必须把整个手术 几乎超过一半的时间 都拿来做皮肤的缝合 我们尽全力要把它做到最仔细 尽可能地减少瘤疤疤的风险 手术的恢复期呢 基本上大概会建议戴口罩 戴两个礼拜 口罩拿下来之后 它伤口就不明显了 可能嘴角有淡淡的细细的红色的线条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涂除疤软膏 来好好照顾它 以达到恢复之后呢 是尽可能不要有任何痕迹的 这才是我们希望的状态 好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那欢迎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也没有下支影片见哦 哈哈哈哈